真还传 夏冬春和华飞都是将军家的女儿 命运却截然不同在真还传中 一开始有两个妃子 她们都非常嚣张把火 一个是华飞 另一个就是夏冬春了 但是她们两个的结局却迥然不同 这是为什么呢 毕竟华飞和夏冬春他们的家族背景都是很强大的 也都是将军家的女儿 夏冬春她的父亲是包衣总管 当时权力也是很大的 毕竟是一个四品官员 有时候也立了不少的功劳 所以他们家也是将军之家 且夏冬春非常有自私 当时选秀的时候 皇上对下面的秀女一个个都十分不满意 直到看到夏冬春才给她扔了牌子 可见夏冬春她还是有几分自私的 所以她在后宫中也就开始嚣张跋扈的 除了夏冬春以外还有一个人 那就是华飞 华飞平时非常受皇上的宠爱 所以她在后宫之中更是目中无人 而且皇上对华飞是十分纵容的 毕竟华飞她的哥哥是年耕尧 年耕尧当时扶持皇上尚未立了很大的功劳 而且年耕尧这些年来在边疆打仗 每一次都是凯旋而归 手中握的兵权也是十分多的 所以皇上也要忌惮她三分 这么多因素加起来 皇上对华飞的宠爱也是无人能及的 别的飞子也只能看着羡慕 结果夏冬春却十分目中无人 她根本就没有摸清后宫的这些形式 在华飞面前养养得意 还一直在交安答应 以及其他的一些飞子 本来在后宫中称老大的华飞 这就不愿意了 便将夏冬春教训了一番 赐给了她一盏红 直接把夏冬春打了个半惨 就算是这样 皇上也是不会说华飞什么的 因为在皇上的眼里华飞 比夏冬春要重要多了 因为当时年耕饶辅佐的皇上上位 所以皇上十分看重她 而夏冬春的父亲 虽然当时官品比较高 但是却不受皇上的重用 如果再过两年夏冬春来参加选秀的话 可能情况就不会再像现在一样了 只能说使生不逢尸吧 也怪夏冬春她根本就看不清后宫的形势 像华飞这样的性格居然敢在她面前炫耀 或者是嚣张跋扈 华飞还不把她的命给拿了 华飞这样对待夏冬春也算是杀鸡紧头了 她是想让后宫的其他妃子 知道她这个人不是好惹她 所以夏冬春也算是做了一个替罪羔羊 也是有一些可怜的 图片来源网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